就是這個佩琪的問題了 明明是很年輕的一個女孩 對不對 因為可能她就是韓劇看多了 因為她剛進這個行列 剛畢業 從學校走入社會 所以她為了要就是靠譜一點 她就擦一個大紅口紅 想要震住全場 因為其實像社會新鮮人 就是最怕出去 會讓人家感覺好像很嫩 然後沒自信 對 可能佩琪 可能就想說擦 她一個紅唇 可能感覺氣勢比較好一點 其實紅唇是不錯 可是就是在顏色上面的選擇 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點 所以在唇彩上面 選擇上面就要非常注意 像我今天帶來這個就是 看起來很像是專櫃的品質 所以它是開架的 它是開架的 真的 而且其實 好多選擇 對 而且其實它是跟 好萊塢的巨星一起合作的 誰 小羊嗎 誰 小羊 巨星小羊 不是 比如說像有演那個就是 哪個 哪個 花邊教竹 這個就是那個花邊教竹 它就是專為它設計的純色 所以它在上面就會有 它的簽名在上面 有沒有 漂亮 對 然後最值得我們要找的就是 有你的名字嗎 沒有 就是它上面唯一有一個 就是東方人的名字 誰 誰 就是范冰冰小姐 真的喔 對 它這一支就是 范冰冰小姐的顏色 它幫范冰冰所調的顏色 所以其實你在開架式上面 你也可以找出一個就是 適合自己的一個唇彩的顏色 好顯色 然後這個是專屬 它幫范冰冰小姐是調的 那我們去開架式這裡 我們可以試嗎 可以 就是你在開架式上面 它有各種顏色 因為它有很多巨星 所以你可以選適合自己的顏色 你在試的時候 比如說像這種口紅的話 口紅類 因為有衛生的問題 所以其實它在這個 就是藥妝店旁邊 它通常都會附一個棉花棒在旁邊 我們用棉花棒 對 你如果說你就是會不放心 你可以比如說 用自己的面紙 然後你可以用面紙在上面 都來回的把它擦掉一次 OK 對 然後你再用棉花棒 沾這個去吃的 了解了